各牌的表演我看过 但是用各牌击鼓 我头一回看见 你怎么会想到这个呢 这个是我平时训练的时候 我会定一个目标 有时候会打到墙上 然后打到墙上的时候 因为速度和力量 它会发出一种声音来 然后后来我觉得 是不是要找一种 能吉祥的东西 我就买了一个脸盆 往我脸盆上飞 还觉得挺有意思 后来我就看到这片大鼓 我说如果是 布格牌和这个东西结合的话 会不会有更好的效果 然后我就拿布格牌试一下 当时呢 老板其实不太同意 他说你要干嘛 我说要拿布格牌飞一下 他说如果你给我飞破的话 怎么办 我说飞破的话我就买了 你怎么知道 我可以把它飞破呢 我就试一下 有声音买了回去 然后就自己练 我觉得这个东西 和鼓结合的话是一种创意 融合了中国的功夫 还有那个布格牌 就自己给自己编了一套节目 他会把这鼓真的会击穿吗 这不可能啊 你击穿过吗 鼓应该没有吧 这个我没有尝试过 但是别的东西就不一定了 什么 我飞过别的很多东西 砍瓜 切菜 切水果之类的都可以 自然指你能吃破了 我可以尝试一下 那就晚 你老师来后呢 你这样这样 这样的话万一真击破了 后面是别过 是的 是的 明显 你刚刚讲可以吗 你有准头没有 这关键是 准确度还可以 但是就是 也难免会有闪失 会有失误的事吗 讯为不及 道而严谋之事 你老师咱俩拿着 这样安静一下 都安全一点 什么意思 你给你这什么情况 对 你看能不能打破 对 我们俩比远一点 你最远都是几米啊 最远的话 三到五米的准确度还可以 好 你给我们一个位置 对 来 老师 在这 可以吗 你摄像老师 好几点 脚打 余老师 封紧 别动 别动 已经穿破了 已经穿破了 在这儿呢 Q 在哪儿 在这儿上了 哇 这个飞排破址 我觉得我和余老师练一个礼拜 也有可能 是的 是吧 我们要增加难度 来 请上道具 哇 如果今天您能把这个黄瓜也切断了 那我就跳楼 我从一楼跳到六楼 那你这东西都得到六楼啊 就比六楼跳一楼还难呢 是吧 看你的老超公 好 没想到 黄瓜就来了 哈哈 七 一 三 四 三 五 三 哇 哇 啊 好棒 好棒 如果今天您能把这个黄瓜也切断了 那我就跳楼 我从一楼跳到六楼 好棒 看看 是不是真的黄瓜 咬一口 你得咬一口 跟大家特别说明一下 确实是过真价实的黄瓜 谢谢你